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好像已经不止一次留言看到 有人希望我聊聊这款不断消费IP价值的 RO 先进传说 爱如初见 这款游戏的主要开发商为中国的欢乐护鱼 跟上海的郡默游戏 后者的母公司为中国的富春科技 而郡默游戏的上一款作品相信各位也不陌生 就是那一款新世代的诞生 两者就有原厂重力社授权的IP 但奇妙的是爱如初见仅在2018年的腾讯发布会上 宣布交由腾讯代理 然后就没然后了 我去查中国版号也没看到 结果下一次出现 就是在2020年由原厂推出的韩服 这方面我有看到别的YT讨论过 影片内容有表示后续的开发还是交由腾讯负责 但这点也是不用太意外 毕竟画面风格就跟当初是一模一样 而当时韩服营运营上也发生过不少问题 除了伺服器的万年炸服被当作宣传手段以外 一个就是抽卡描述与实际不合 大意就是官方跟你说 这个卡池可以抽到蓝卡以上 结果真的全都是蓝卡 玩家认为官方有诈欺的嫌疑 但官方却非常理直气壮的说 我没有骗你们啊 确实是蓝卡以上 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会被玩家接受了 导致继续被延上 最后官方只能选择妥协并且推广给玩家 另外一个是 当时有一个装备叫做舌头帽 可以将普攻的伤害翻倍 对于像刺客或者近战职业非常有优势 然后官方或许觉得这个太强了 会影响未来的恋财之路 所以就直接在未通知的情况下 将这道具从玩家的数据中删除 不过这事件后续也是不了了之 官方也是靠游戏内的相关条约来避折 选择人处理 其他还有很多bug问题等 目前在上个月的营收仅约1000万台币 日服的话则是在去年6月开服 对比开服的盛况目前也腰斩到剩下3000万台币 不过作为佛系营运商的钢后 单靠龙族拼图就能保持主要的营收 但8月的营收就赚了将近6.2亿台币 应该是不会担心一款连10%占比都不到的游戏 而这次台港澳服砸了那么大的手笔来宣传 连林俊杰都找来了 一般这等级的艺人如果没有千万是根本请不到的 而说实在羊毛出在羊身上 没很赚一笔钱 谁都别想跑 虽然我对RO系列的好感度一直都是在下滑 但我还是会尽量客观评价这款游戏的 前行提要 我一开始是用手机试玩 后面是改成电脑版 所以画质上有差异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款的日韩版跟台版听说有所不同 但我没玩过日韩版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有玩过的观众欢迎留言给各位科普 不过这真的也大怪不怪了 很多国外游戏只要登台 不论难度跟课金强度 都会随着本土化提高 先说说画面吧 以RO历代来说本次也算是精致度拉高了 之前那款新世代的战胜真的很一般 而这次画面场景的表现细节都很不错 居然连代言人JJ都可以在游戏中找到 不过除了法设上我是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关联 人物建模方面还是老样子的RO style 我个人是已经过了喜欢这风格的年纪了 玩法上减少了各种一键完成自动到老的机制 部分任务进行中也是不能挂机完成 也有限制每任打怪挂机获取的收益 某方面来说也能遏止工作室的搬砖侵蚀 更多的是让玩家能多花点时间体验游戏内的其他内容 但如果你想挂机也是可以的 有个宠物途径的相关奖励 仍旧是可以继续靠挂机获取 所以最终还是没办法逃离 给手机玩游戏的挂机宿命 而体验下来任务的设计都还蛮偷台前的 一方面是关卡设计上并没有这么好玩 会让人玩得很阿杂 另一方面是故事上都很无趣 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剧情 都是为了做而做的内容跟万年老套的剧本 而其实也看得出来厂商想强化社交性 像不少打复苏怪的任务 初期的单人伤害跟装备强度不够的情况下 单人的完成时间都会被拉得很长 或者可以说是设计上比较对单人不友好 而只要让玩家在单人的通关效率时间提高 玩家就会组中去组队了 外加还有很多强制多人的副本 但才刚开复没多久就会出现组不到人的情况 未来其实有点堪忧 不过MNO本来就是该以社交为主 否则很容易跟单机毫无区别 对比其他款换屏MNO 强化自动挂机来剥夺游戏体验 提高课金满足感的方式 这设计的方向还是相对较好的 虽然对于这种策划教你玩游戏的方式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就是了 战斗方面还是维持RO风格 这也算是这系列独特的地方吧 不论经历了几次的重置 这点几乎都未曾变过 因为这次改成有疲劳的限制以后 资源获取的难度跟养成周期会提高 过往方面的投入产出会相对降低 对于如何提高留存率将会是个考验 有个挺明显的缺点就是人物移动贼慢 可能未来会卖座期或者有其他东西可以辅助 也不算不能忍 毕竟以前玩过LUNA也是走的贼慢 但玩习惯其他游戏快速奔驰的体验后 这点就显得特别不现代化 另外有个蛮意外的优点是聊天室没有太多的垃圾广告 整体体验几个小时下来我大概只有拉黑到两个左右 很多游戏打开来都是各种垃圾广告来影响体验 但未来就很难保证了 不过说到底游戏还是要营造战力差来引诱课金维持获利 不然代言跟广告费要怎么回本呢 目前看下来主要营收大头就是时装跟宠物 时装的话 7500个喵喵果实卖5000元 换算起来10抽是800元 抽一次可以获得一积分 某方面来说也算是保底了 所以最多600抽就可以全部带回家 但通常时装会一直推陈出新 未来保不保值就不好说了 宠物的话如果你想获取传说等级就必须课金了 有些能力对于角色来说有明显的加成效果 每10抽换算约667元 保底是120抽 所以只要你花8000元就可以随机带一只传说宠物回家 但宠物突破的碎片需求是逐步增加的 要搞满并非容易的事 愿客长们量力而为啊 而有意思的是在我下载等待的时候 顺手看了一下Google评价 可以看到很多疑似水军的刷分人 让我对这款游戏评价又下滑了 另外额外想想讲最近在中国莫名爆红的游戏 由中国锦油科技开发的杨勒格阳 玩法是照搬另一款由白俄罗斯 Apps You Love发行的Sweet Tiles 但官方是主张说他没有抄袭啦 反正习以为常大家懂的都懂 游戏是非常简单的三消玩法 没有任何付费机制 如果要续命或者拿道具 都是靠分享给朋友或者看广告后取 而爆红的原因主要就是在利用人性的赌徒心理 跟社交机制 一般同类型的消除游戏都是采用尾随机 会透过后台的演算来提高玩家的通关机率 但这款单纯就是来恶心玩家 第一关的时候非常的简单 但到第二关的难度会直线上升 并且没有所谓的尾随机 单纯就是引诱玩家想试错的心理 不断诱导你看广告 然后再把病毒宣传给朋友 有玩家破解游戏后发现 这款也没有所谓的第三关 所以厂商本来就没有想到你通关的意思 但也就是这样简单的几个步骤 就能大量的赚取广告费 其实过完也不乏有这类小的游戏 但因为开发成本低 技术门槛也不高 毕竟用厂商的话 只是最基础的游戏玩法并不算抄袭 所以其他人也很容易复制模仿 市场上也很快就会一窝风的盛行 但以长期来说 这游戏性并不高 最终热度来得快去得更快 反映在类似的换皮游戏上 很多都是先以社交媒体大量广告 来吸引玩家一个接一个的入坑 但本身的游戏性都是极低 又缺乏充实内容 每一款都只是复制再复制的割菜作品 光看今年就出了多少款换皮类的游戏了 结论 守护永恒的爱 仙境传说 韭菜 用心跟恶心往往只隔一条线 虽然这款的玩法确实没有太多创新 但对比其他打开就是一键挂机放置到牢的MO 其实还算是不错的 但可能合作厂商有腾讯 多少感觉摻了点味道在里头 很多人也会认为大部分的MO手游不也都这样吗 但为何变成只是这样你就能接受 何尝不是厂商希望 不管做了什么 玩家都能照单全收 让你只玩到他想要你玩到的内容 这样厂商就不用动脑跟花费成本 去深度开发跟做创新了 虽然手游大多都成为客金用的载体 但能看厂商要不要花心思去升华内容 举例米还有好了 即使顶着各种正反的评价 但大多数是能让玩家看到客金的钱 不只变成各种投资项目或者老板的跑车 而是实际变成能看到的样子 也将游戏的IP深度拓展并投往其他类型 不是只想持续开发一款接一款的换皮续作 在这点上就真的不得不佩服了 反观只是顶着老IP 却未曾见其突破 就是要玩家用信仰跟情怀来买单支持 真的是高下力判 厦力如暴雪好了 即便出了永生不朽 还是得继续出暗黑的单机续作 来继续除值IP的价值 一个时代迎接一个变迁 期待索游精品化的到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